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创世记》二十八章十三至二十一节 上主站在楼梯顶上 说 我是上主 是你祖父阿伯拉罕的上帝 也是你父亲以撒的上帝 你所躺我的土地是属于你的 我要把他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你的子孙必会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 他们会遍布各地 向东南西北扩展 地上所有的家族 都要藉着你和你的子孙蒙福 此外我要与你同在 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保护你 有一天 我要领你归回这片土地 我必不离开你 直到我对你的应许 全部实现 雅各从睡梦中醒来 说 上主确实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他还经据地说 这地方多么可谓 这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上帝的殿 是通往天上的门户 第二天早晨 雅各早早起来 拿起作枕头的那块石头 树起来作纪念碑 并倒上橄榄油 他称那地方为白特利 既施是上帝的殿 虽然那地方从前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 如果上帝真的与我同在 一路上保护我 给我食物和衣服 又让我安然无恙地 回到父亲的家 那么上主就真的是我的上帝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如果 雅各是妈妈宠爱的拉仔 也都得到爸爸给予长子的祝福 但是转眼却成为逃亡者 有时艰难是因为人为的错误 但是上帝的恩典 大过人的错误 他可以化就作为祝福 雅各失去物质的福乐 及得到宝贵的属灵经历 雅各不单止心里面敬畏上帝 还用实物来纪念 他很快就回去本性里面 他许愿说 如果上帝 吸我 又让我 上帝就真的是我的上帝了 雅各没有跳出如果的框框 他似乎忘记了天梯 忘记了上帝的天使 在这里上下往来 忘记了上主站在楼梯顶上 对他说的说话 他显然并未进入上帝心意的所在 人经常落在这样的光景 很难用完全的信心 接受上帝的应许 宁愿相信 此刻眼前所见的事实 我们很容易 好像雅各那样说 如果 上主就真的是我的上帝了 只要上帝一时间 未按我们所期待的成就 我们就会否定一切 好在上帝 看出我们的软弱 他仍然耐心等候雅各 也都等候你和我 慢慢地更加认识 和经历他 直至愿意毁身 与他同行 我们要超越如果的框框 就好像圣经哈巴谷书那样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 葡萄树上没有葡萄 虽然橄榄树失收 田地空空不产良 我却要恩上主而欢喜 要恩拯救我的上帝而快乐 如果上帝没有照我们的期望 成就大事 我们是否仍然信任 和信服祂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